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 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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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香港已經成為人口最長壽的地方 全球人口老化的問題 其實都已經越來越嚴重 每個地方都在找一些方法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究竟現在如何界定 如何人口或人均的歲數 是老還是年輕 所以網上有很多資料 現在最新的界別 差不多60歲都仍然是年輕人 我們在這方面 可以怎樣幫助聽眾 可以想一下 究竟我現在自己的身體狀況 或者心境狀況 還是否年輕化 還是已經開始老 其實人口老化這個現象 在現在的傳媒 和一般人的生活裡 其實都經常都遇到 我最近去加拿大 去多倫多 遇到一群朋友談 他們全部的題目 就是怎樣找一間好的老人院 安定他們的父母 跟著自己 還有一些都是親戚 在溫哥華 他就買了一個墳地 已經預備了 哪個洞是給哪個洞 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話題 你都可以看到 都是跟老人有關的 尤其是老人的健康問題 真的很多 因為以前有很多的同學 現在退了休 退了休 大家說回他以前的父母 因為以前我也見過認識 在Toronto 已經說了一個爸爸的健康問題 他媽媽的健康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而去日本 大家知道 日本的人口是一路少 而且老化得很明顯的 你都可以看到 有一個現象 很多老人家都會出來要做事 很多簡單的 被清潔地方 有時候是在車站裡 招呼一下人 還有一件事 就是很多的士司機 原來是很老人家 是呀 早前都聽過香港發生了一些意外 原來那些司機 原來已經是七十幾歲 在日本 我記得有一次 上了一輛車 那個司機都比較年紀大 他開車都很慢 從來都挺乱俊的 碰到其他車 當然不是碰到很嚴重 大家都知道 沒有下車說 總之碰到 大家對不起 繼續走 你可以看到這個問題是幾多 但還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發現 很多年紀輕的人 其實年紀不是那麼大 但已經有很多 衰老的現象出現 最近在網上 除了你剛才所說 現在新的定義 什麼叫年輕人 什麼叫少年 什麼叫少年 什麼叫中年 全都改了 到六十歲 都還是叫中年 七十歲以上 就叫做老年 大家看到 比例上 大家已經接受了 現在的人是年紀大了 但是 也有很多人 年紀不是很大的 但已經腦袋很差 我以前都經常說 Alzheimer 老人癡癌症 現在是第三大殺手 快點成為第一大殺手 其實很多年紀輕人 其實他都發覺 他自己是 腦袋很差 記性很差 做事都論論盡盡 好了 到底 你怎麼知道 你到底是老呢 你是不是真的已經 提早衰老呢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 網上 可以收到的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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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一起玩這個遊戲 好嗎 是 對 對 對 大家有的 基本上有二十個狀況 OK 如果你發現自己有這個狀況 就被自己一分 慢慢地加進去 好了 這個表就列了二十個狀態 第一個是什麼狀態 第一個叫做 沒有表情 哈哈 哈哈 我相信這個就是 平日的反應 對於任何事情 目外外 你看到年輕人 通常有很多表情 笑 嘻嘻嘻 眼眉 很精靈的 年紀大 他沒有表情 目外外 面部沒有什麼表情 又不笑 又沒有什麼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 一個老人家很多時候 他可能的腦袋都是默默的 所以他面都反映他心裡的思路 那就是目外的 眼睛定定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表情的 所以這個如果有 我都是一分 第二 第二就是走路慢 這個一直都有說 健不健康的人呢 健康的人是走得快的 真的很快很快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走路慢 那為什麼會走路慢呢 我想都是可能能力問題 會不會是呢 通常就是他們走路慢 第一 力度差 肌肉沒有那麼好 第二 覺得那個平衡有問題 他會走慢一點 免得跌倒 這個是一個 他轉身後 想起都會慢一點 因為他怕一刻不小心 會跌倒 很多老人家都是這樣的 一聲跌倒 跌倒到寬關節 然後進入醫院 然後就肺炎 很多這樣的案例 所以走路慢 是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未必需要他拿著拐杖 總之走路都是慢 比一般人的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第三 第三 很怕熱 那當然了 人有適應外界的溫度 有些老人家 你一時覺得老人家 應該是體溫差一點 應該是怕冷 但其實都不是的 他們是不受得熱的 但記住 還有一件事 第三是不怕熱 是 第四是很怕冷 更怕冷 即是兩樣都不行 熱又不舒服 熱又脫衣 脫衣 當然我一時遇到病人 他突然跟我說 他很怕熱 我當然第一次問他 會不會潮熱 是吧 是 但很多時候都不是的 你不要以為老人家一定很寒 老人家真的身體很熱 穿的衣服也很少 當然更加怕冷 這個更明顯 怕冷是多於怕熱 一般來的 多數都是 燃機大的人 當然血氣差 他會怕冷 第四 第五 袁先生 我們再跟進下去 其實現在說這些 會不會是 現在做測試的人 以前沒有這些現象出現 是突然有這些現象出現 所以會配合提早衰老計分表 因為可能有些人自小 他已經很怕冷 或者很怕熱 其實某個程度上 其實也是 健康的人 可以這樣說 是不怕冷 不怕熱 如果你已經有這個怕熱 怕冷 其實已經是一種身體衰退的症狀 不要說我現在 我是30歲 或者我20歲 很怕冷 健康不是那麼好 其實都可以照計 總之 一般健康的人 是真的不怕冷 不怕熱 如果一向都有這個問題 當然是踢一分 都是一個衰倒的症狀 可能以前不是 突然間這段時間 或者這幾年 出現了這些 更加要踢下去 更加是 以前很爛的 不怕冷 不怕熱 八度不侵 現在又怕冷 上巴士 吹得很辛苦 去酒樓 就要找個 找個 找個 現在很多人慢慢會感覺到 年輕的人 會吹吹 一點都不感覺到 所以 讓聽眾知道 可以更加貼切自己 給予分 第五 就是不想運動 即是不想動 即是不想動 你說叫他出街 都嚴不嚴辛苦 叫他逛街 出去吃飯 他都不願去 更加不要說運動 運動真的要低起心肝 去逛山 或者去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他都不想動 這個就很明顯 不想運動 不想動 第六 第六 好怕多人 是的 銅鑼灣 不行不行 太多人 去那些商場 人得多 他會覺得很煩 很有趣 他會覺得很煩 即是他的腦袋 即是 處理不到 是的 人在周圍 太多困擾 他走路又覺得 不暢順 總之是 周圍太多刺激 他的腦袋是處理不到 所以好怕多人 第七 好怕陽光曬 是的 是的 曬傷 他可能亦都怕熱 可能身體發汗的能力差 是不是很乾旱 熱到他好像很危局 或者可能熱到頭痛 或者很容易 這個就是 怕陽光曬 兩樣的曬光和熱 好了 第八 更享受獨處 是的 很多人 很多年紀大的人 就是 他沒有所謂的 你叫他出街 一起去吃飯 一家人去 年紀大到某程度 他連那樣東西都不想去 我記得我自己的父親到九十幾歲 近一百歲 叫他出去吃飯 吃東西 他都有點不太喜歡 但我媽媽就很有趣 到九十幾歲 我們去海洋公園半日山間去玩 那些工人推他 帶他來載我們 所以你看到真的有不同 年紀大的其中一個跡象 就是他喜歡獨處 他不喜歡 可能他怕自己 不敢面對自己的力有不遞 其中一個情況 其實加上曾經很多 人多 行動力度差 這是很明顯的 第九 第九 笑都覺得倦 笑都覺得很累 不想笑 這個笑 通常我們說笑 不是微笑 開心 我們說大笑 你看到 你在沖程度 我看了紀錄片 他說為何那些人這麼長壽 第一 他們老人的社交圈子很好的 大家有很多活動 早上 立即健身 還有一件事 他們都是大聲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健康的跡象 有些人笑都 笑都不想笑 當然普通微笑 動個臉 可以的 有些人這麼大 有些人嘻嘻嘻笑 就很少 好笑 好 第十 第十 不想花心思去襯衣服 是的 這麼老了 哪個人是你 為什麼這麼扮靚 很多時候老人家 不注重外表 衣衫男女 變得不乾淨 變得不乾淨 變得更老 所以心境仍是年輕的老人家 他們仍是很懂配襯的 配襯得很花 還要顏色多多 這個很明顯 連對自己的外觀 衣服都不太理會 這是一個老化的現象 第十一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就不想出街 是的 以前年輕人 沒有工作 就喜歡出去逛街 看看電影 找些東西做 不想留在家 年輕人很少去家 除了晚上睡覺 平時很少見他們 通常在外面 有些人去抱 做什麼都好 沒有工作 逛街 看電影 年紀大 沒有什麼特別的任務 例如說 家庭團聚 需要什麼什麼 他們會做 很多他們都未必肯做 不出街 第十二 很怕認識陌生人 這些都是一連串的 社交 有些人很喜歡社交 那些就可面側面 有些朋友在這裏 好好好你去 我沒興趣認識他們 第十三 不可以唱通宵K 這個很現代化 這個很現代化 即是要熬到夜 香港很多些人 都未必上 年輕人就唱K 但很多年紀大 都會打麻將 即是通宵的活動 即是不一定是唱K 即是通宵過夜的活動 第十四 沒有下雨都大傘 是的 他們為甚麼呢 他們怕著 萬一下雨 打傷會生病 年紀年輕人 就下雨 就濕了 濕了就算了 但這個都會不會 跟一些很穩陣性格的人 的關係呢 通常呢 一般人呢 不喜歡 帶一件東西 是個新的 即是很不方便 知不知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怕著後果 是吧 沒有了把傘 下雨的時候 打傷 年輕人會打傷很涼快 舒舒服服的 是吧 更舒服的 就讓他打傷了 之後就回家 抹乾淨的頭 就走去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老人家 即是太多要保護自己的需要 他有這樣的需要 年輕人是無所謂的 第十五 出街會帶定外套 是的 都是同樣的 一樣的 即是不要痛了 沒有甚麼 第十六 進食前要計算一下那個營養值 嘩 這個真是很嚴重 這個 最近都遇過很多人的 通常這些比較 大 而且都是比較有錢些的人 他呢 他呢 就想吃些漂亮的東西 即是他呢 我現在已經quota 已經不大了 不要塞些無謂的東西 在肚子上 不要為了吃 為了飽肚而吃東西 他吃了就吃些漂亮的東西 貴的東西 當然也是有些 現在說的是營養價值 是營養價值 那些有沒有營養的 因為他覺得他需要 他不可以遭遇身體 或者可能那些 其實就是已經 身體出現了一些警號 即是你年輕的時候 可能已經出現了一些警號 糖分膏 血糖膏 膽 膽的唇膏 那些東西 其實這個都是 換言之 都是你那個身體 已經提早了衰老的狀況 很擔心肥膩 膽固醇膏 這方面 很擔心 糖分膏 有糖尿 這類的東西 好了 第十七 等下班車都不追車了 明明看到的班車在那裡 走快兩步就不去了 走快走了 有些人在後衣上 三步兩步就衝上去上車 你看到沒有力量 就是能力那方面 沒錯 第十八 不敢吃太多肥理的食物 就像剛才計算的營養值 還有消化力都弱了 第十九 喜歡坐巴士不迫港鐵 知道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會這樣的 因為港鐵就要很多走上走下 很多樓梯 巴士在路面 巴士電車在路面 所以很多時候 老人家就不會打地鐵 因為地鐵真的太多路要走 當然逼有一個可能性 因為在站位裡逼起來 有時都挺可怕的 但很多人都是 不要去地鐵 因為又要上上落落 我寧願 然後打一輛 慢慢的丁丁 電車 巴士 因為路面 第二十條 十點前已經累到睡著了 很多人千萬不要找我看九點半 九點半是影響睡眠時間 當然十點之前 十點鐘睡是好的 身體是好的 對肝是好的 但這個就是累到 累到 累到 要睡著了 十點鐘要早睡 要早睡早去 不是因為健康的考慮 早睡早去 大家自己計算一下 你到底有多少分呢 剛才大家一邊聽 一邊做著自己紀錄的分數 你現在究竟 如果有哪一條 你覺得自己是中的呢 那就有一分 有一分 好了 計算一下 結果應該怎樣呢 好了 如果你有0至5分 其實就是比你年歲 你都更年輕 你更年輕 不理會年齡 總之你還沒衰老 六分到十分 就步入衰老期了 嗯 十一分到十五分 就已經感覺都幾老了 幾老了 十六到二十分 就真是老了 真是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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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幾有趣的 挺好的 讓大家自己知道 自己身體的狀態 那個衰老的程度 去到哪裏 這樣 好 那我們這節時間 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 我們會繼續治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衰老及健康的指標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二百八二四百四百四百 網址 網址 三個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衰老及健康的指標 袁先生,在上一節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些很有趣的題目 給大家的聽眾去做一下 看看自己的計算分有多衰老的程度 但是,我們其實最重要的 令到我們覺得我們衰老 都是在我們的健康方面 很多年之前,袁先生 我在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都已經有一個健康的能量計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測驗 是適合追求健康的人 如何測試自己的健康標準 原來健康的生活 最大的回報是身體 都經常處於一個高能量的狀態 當年,有些來自外界 或者發生在體內的刺激 都可以一短暫帶來我們高能量的假象 這些刺激 例如你飲咖啡 吃煙 或者是吃提神的藥物 都可以發自體內一種負面的情緒 而可以貪念 或者是憤怒、恐懼 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身體能量的狀態 久而久之 我們就去耗了我們自己的能量 最終導致嚴重的疾病 或者是情緒方面 相反,健康的生活 我們可以持續保養 補充你的能量 而且帶來強健的體白 以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如果你真的在這場健康的生活模式 必須要有良好的自我感覺 每天就像一個超人 或者是 Wonder Woman 擁有個人的體力 來應付日常的所需 而這些正是一個更高層次 和更自然的感覺 所以所有慕美以求身心靈健康的人 都可以去試一下解答一下下面 我們二十條的題目 來看看你自己的能量儲備還有多少 很多年前 我們每個月都有健康講座 是的 健康講座裏面 我們跟觀眾一起做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大家拿一支筆 很簡單 如果我們會講十個問題 二十條問題 如果你覺得二十條問題 如果你答案很肯定是是 是 是我們 給自己兩分 如果說是 有時候是 有時候不是 偶爾就給一分 如果你肯定不是 你不是這樣的 那就是零分 聽著 開始 慢慢的 你可以 好 第一 第一題 你是否一覺醒狼 便馬上精神易逆 絕不賴床 感覺有無限的精力 和熱誠來應付一日所需 很多人都是賴床的 經常都合不了身 醒了之後 好像還未醒 要幾下幾下 可能鬧鐘隔一個兩個三個 這樣才會醒的 這樣才會醒的 這個是說 不是的 你一起來就 醒一聲 跳起床的 這樣 如果是 很明顯 就兩分 有時候是 偶爾不是 就一分 如果你經常都覺得不是 那就沒有分 完全不想起床 沒有分 第二 第二 你是否一起床便精力充沛 而即使工作有多疲倦 這種好的感覺 是否仍然整天都持續 是不是 即是說 不要有一些人 早上都OK 但多多下午吃了 午餐就散了 沒有力了 現在那個是 你整天都充滿精力 一直到你臨分 如果是 就兩分 如果是 完全不是 如果你覺得 其實我都有一半時間 可能都是OK的 給自己一分 第三 第三 當你應付日常工作的時候 是否經常有一個小衝動 要跑啊 跳啊 彈一下 才能舒緩一下一下 自己個人的精力呢 有沒有看過 小孩子 甚至生日小朋友 健康一些 不停的 不停地走動 有年輕人 過馬路的欄杠 香港少見 不停地跳過去 不會慢慢走過 他會走捷徑 通常是代表 反映那個人的精力個性 他有精力 第三 第四 你可否一口氣 就連續跑五六個街口 或者快步連續上幾層樓梯 都不累的呢 香港呢 其實是很多 環境是很多需要走路的 是 不像外國 外國就好像 很多 例如LA 每次都要駕駛那種車 沒有路走的 你不可能走路 有些人說笑 在LA行路是不合法的 香港呢 其實就是 因為交通工具 城市密集 很多時候 你就是叫車都不方便 你要等車 等地鐵 嘩 上上樓一站 很多人直接走就算 所以走路的機會很多 還有一件事 香港為什麼有時候 一口氣 要走五六個街口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要追巴士 追巴士 小巴就快點 快點追過去 我以前也很喜歡這樣 我在盆龍道一下去 三十個巴士 有時候一看著它走 我通常就衝到下一條街去接它 沒錯 下一條街就接它 因為它繞一繞 然後出來 這個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這樣 最近就少了 最近有它 等了一半 免著追一條街口 咦? 跟剛才的題目有相連 有的 以前我肯定 我不會再等 我立即衝到下一條街 通常走得快 它就下一條街 繞出來 就被我追到 我躲著八個月的肚子 都追巴士 都追巴士 好了 還有樓梯 香港地 有時候等下的電梯很久 有些人有幾層 有些人會想 索性走 好了 第五 應付日常工作的時候 你是否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去擺動、伸展 或者是接鞋身體各部分 而不會有任何的不適呢? 大家明白了 有些人叫他搬東西 小心 不要流震 可能有時突然間 做起事的時候 轉了一轉燈 又會流震 很多人很遷就 老了 我不可以搬東西 我遇過這些人 老了 不可以幫忙搬東西 好了 第六 如果你要提起一大袋馬鈴薯 或者是移動一張梳化的時候 你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呢? 有時候環境需要 要把一個香港人搬米 搬米 我們就不是 有時候可以隨時做到 或者需要一些重駕駛 要動動 你能不能做到呢? 第七 你是否完全不會渴望 吃那些垃圾食物 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呢? 那就是可能那些零食 奶茶、咖啡 有些人還要喝咖啡 喝奶茶 吃零食、吃薯條 那就是一種刺激性的東西 好 第八 你是否完全不會患感冒 又不會患任何的痛症呢? 是呀 即是不會 是呀 即是不會承認幾年 實現都不會傷亡一次 是的 相反有些人 每個月都感冒 尤其是放誤嫁之後 是呀 這個最流行的了 是呀 那還有呢 冬痛、西痛 經常有些軟痛在身上 第五 第九 就是你的五感 即是你的視覺、聽覺、味覺、臭覺、觸覺 是否是否有個敏銳呢? 是呀 即是聽得到、看得到、聞得到 不會有 反而年紀大的時候 那個視力差好 慢慢地都會有些減 聽覺、越來越 問一問很多 很多麻木 這個是五感都很敏銳的 第十 第十 你的姿勢是否挺直而有力呢? 是呀 那這個呢 即是你能看到的 年輕人的人是很直的 是 不會寒背 或者是你看到它走路 那部分呢 是有力的 即是很有力的 好 第十 你的肌肉是否堅挺而有彈性呢? 即是全部鬆弛、皺紋、脂肪等 是呀 那大家明白了 有些人呢 即是那些 那個肌肉 鬆的 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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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 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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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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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 肌肉是有彈性 即是不是硬 是有彈性 不是鬆弛的 一看下去就能看到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呢 其實那個 體重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看綁的 你要看那個鏡子 是 因為如果你的人很大隻 肌肉很多 你體重都不會小 是的 但是你是不是代表胖 所以看個人在鏡子那裡 洗澡的時候 就拿尺尺的看著鏡子 你要知道你的人是否健不健康 在肌肉的狀況 好 第十二 謝謝 你晚上是否很快便能放鬆自己 並很容易入睡呢 是的 即是不會輾轉反側 乘很久 要聽音樂 要看書 要看電視 看一段時間才睡覺 是的 我們見到一些很健康的小朋友 真的可以突然聲音 就睡覺了 那些乖乖說說說 睡覺了 不要吹聲了 接著一分鐘之後就嗑嗑聲 那這些真的很明顯 健康的小朋友當然會健康些 但當然不一定 現在這次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都是不健康 我記得我女婿那時候 真的可以在酒樓裡玩了 整天之後 還是很累 吃吃吃飯之後 拖著頭就睡著了 表姐就是跟她說話 立即睡覺了 好 第十三 每當你的感情受到傷害的時候 你是否很快就能恢復積極而樂觀的姿態呢 大家都明白這個 當然有些人感情是有感受 有時遇到一些東西會不開心 令你會不開心 但記住 不會很持續的 很快就OK的了 很快就忘記了 又回復的樂觀 但這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不會說沒有感受 個人也會有感受 但感受之後 受傷之後 很快能夠回復 康復的 好 第十四 你做錯事情的時候 會否很快就原諒自己 而不會持久地自責和內疚呢 這個樣子 如果你沒有這個問題的人 你就不知道 真的有很多人 經常是很內疚的 覺得某時某段 他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有些問題出現了 他就是很內疚自責 這個是一個情緒上的健康 健不健康 其實很多時候 個人也會犯錯 你犯錯之後 你知道 是無可避免的錯誤 犯了 過去就算了 不要緊緊於懷 過去的事情 不能改變的事情 已經發生了 真的算了 活在當下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情緒的健康 我們剛才說 你看到 那些問題 不是只是體能的 不是體能的 是你的心智 情緒 第十五 你是否合群 受人愛戴嗎 是的 即是有一個 組朋友 即是社交上 即是有些人 可以跟別人相處 都很容易相處 不會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第十六 當你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 會否有毅力實踐 冠徹始終呢 是的 沒錯 不要只得一個講字 健不健康 就不是說一把口 說的事 是要做的 所以能夠去實行 你所要做的事 這是很明顯的 健康的跡象 第十七 你是否有冒險的精神 並且對前途 抱積極的態度 是的 新事物 我告訴你 健康的小孩 在成長過程 什麼都想去搞的 什麼都想去摸索 試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健康狀態 如果到年紀大 仍然有這種 所謂探險的冒險的精神 喜歡去旅遊 其實是反映這件事 很多人喜歡去新的地方 新的國家 這是一個健康的跡象 以及對前途 是有積極的態度 不會悲觀 什麼都不用做了 不用試了 第十八 你是否不會因特別的理由 只要為感覺良好 而經常流露喜悦 歡笑 或者是歌唱 大家明白嗎 他很容易嘻嘻嘻笑 唱歌 這些 很多這些 不會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理由 不是什麼有事令你很開心 值得笑 總之他就是會很喜悦的情緒 你經常都很容易見到 第十九 遇到生氣的時候 你是否隨即表達憤怒 而不會隱藏起來呢 大家知道 不要捱著捱著 捱爆自己 很辛苦 這樣 即是流露自己的感受 就算你是生氣也好 你都會放出來 不會只是忍住忍住 那就搞到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自己的病 所以能夠發洩的 那些不育的情緒 都是一個健康的跡象 即是正當的途徑 這樣去發洩出來 第二十 你是否對眾生充滿憐 關懷愛護和接納呢 是的 這是很重要的 人這種心態 當然是人類的 能不能夠生存的 這個地球上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種慈悲的心 慈我的心 喜歡去幫助別人 接納 其實這是一個很高境界的健康狀態 你能看到 這二十個題目裡面 是包羅萬有的 不是只是你的身體 體力 身理的狀態 以及你的心心 和精神狀態 都是你的健康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經常說 這個叫做健康能量計 你的健康多少呢 大家就很簡單 把剛才那些 你加一加 有多少分 當然滿分 就是四十分 間中有人有的 我以前做這個測試 叫那些觀眾 即時做的 有些都會很高 都會看到很高的 不要緊的 什麼分數都好 你自己知道 你現在的情況是在這個階段 你做一些事情去增強自己的健康 在心心靈那方面都做一些事情 將來你就可以再做一個測試 比如半年之後 一年之後 你會看到 這裏有沒有改善到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 不用只鹽血軟了 是啊 現在科技上的檢測 都檢測不到你的情緒 或者是身心靈三方面的能量 或者那個健康指數去到哪裏 那這裏呢 如果你這裏是很滿分 你基本上都不需要花時間去 去鹽血啊 鹽療啊 照著X光啊 那些是沒有那麼緊要的 其實這個呢 我們日常的生活 我們的心境 心態呢 是反映我們健康 是還有效果做測試測試的 沒錯 因為我發現很多問題 有些人是某一個 就是情況之下 走去檢查 發現有一個瑕疵 他就很擔心的 嗯 經常就要做些事情 要搞好這個瑕疵 這個影子之類的 那樣 我覺得是這個 反映是一個 不健康的狀態 是沒錯 好 那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很多謝袁醫生 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那如果各位有些什麼 急切性的問題呢 可以打電話 跟袁醫生會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預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好 謝謝袁醫生 今天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